然后他也可以直接立起来 就当成定年级的新生学长学姐 为定年级入学新生所做的一个 那个 心火相传的小路 然后他就可以这样放在那个 老师 定年级老师可以这样放在新生的座位上 但是居多 定年级的小朋友都不会把他放在座位上 全部都掉在树包上 他这个是小路 然后我自己比较 反正我在我的座位上 我就会在这边放上课钟啊 然后反正就放工钟啊 用餐钟啊 反正就是这样这样子 可以一步多用 定年级老师能做餐料 那另外为什么会有这个圣语的材料 因为我们提供给学生 是一个30乘30大小的那个雷切板 30乘30 可以听过对不对 因为你学校有雷切机的话 大部分不买后都是30乘20 那因为我们旁边有一个在地厂商 他 因为他说他买到的大阪是120乘90 那就不会有废的材料 所以我就跟他讲 30乘30 对我们需要雷切机 跟小朋友的设计还蛮复合的 然后剩余的那两个三页 剩余是不是有剩余的地方 就请学生设计这一个所谓的那个新火箱船 刚刚把学生的想法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 然后这些就是我们小朋友的作品 那疫情那一年 疫情那一年 我做了一个小朋友在线上做 线上做把雷切板交给我 然后我刚说了我们就要吃个班 我要切毕业班的雷切作品 那一年我在我们学校的艺术制造教室 睡了三个晚上 才把所有学生的东西加工完 哈哈哈哈 三个晚上是指那个加工时间 好 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呈现 那111学年度就没有历史 就是学生都回到学校就睡了这些 那一年最辛苦 那为了不要让自己忘记 我就把那个记录啊写在这个 那个那个那个网页上面 然后让我们的学生每年都记得 这一群学生每年都记得 他们的一些是老师住在电脑教室 他认识到教室三天三天的作品 这全都设计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 要玩五月几个 这个我发了三天三夜观看 好